奶奶们还在休息 其实为了让爷爷奶奶有更加充沛的精力 我们尽量的是把这个登车的时间向后延长一些 那8点50分爷爷奶奶们才会准时的登车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在这个直播的报导点 为您带来更新的 我们就来说说我们身边的这个浮雕吧 那这是一个展示了18代以来我国建设的一些成就 实际上当我看到这幅浮雕的时候 心里就有一种 到驻地的这一个多星期 老人们除了参观北京城 几乎每天下午都能欣赏到抗战时期 无数将士战死沙场 老人们和战友们义无反顾地 投身到抗日战场上杀敌 只未将日寇赶出中国 在胜利大会上 能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军队的强大威武 这让老人们感到格外自豪 尽管老人们来自不同的部队 不同的地域 可是时隔70多年在北京相聚 老人们坐在一起 回忆着战火纷飞的岁月 演出的节目 特别是晚饭后 大家趁着纳凉聊天的机会 互相合影 这也是驻地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时候 好